吃瓜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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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到了吃瓜群众的时刻啦 本期给你安利的这部剧呢 叫做《完美的她》 是由何洛洛、张灵鹤和戴露娃主演的 如果你是RNSE的粉丝的话呢 都非常熟悉啦 曾经何洛洛呢 就是在《创造营2019》呢 成功以第二名 成为RNSE男子团体的成员出道 这也是她出道以来呢 守护单位男主角的影视作品哦 而且呢 是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一个是温柔般小奶狗的角色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生人物镜的高冷角色 那如果要讲到演技的话呢 毕竟第一次嘛 所以有些moment呢 我觉得何洛洛在念台词方面呢 可能表情比较僵硬啦 不过呢 其中一段哭戏呢 还是非常的touch到我的 你觉得她的演技爆棚啊 加分加分 那说到这部剧的男二号 也就是张灵鹤啦 天啊 她拥有188cm的身高 是一位长腿欧巴 而且呢 我个人觉得 她某些角度呢 是跟韩国明星Li Minho 有点点相似哦 如果你不觉得像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哟 张灵鹤曾经就是有饰演过几部网剧 所以呢 在演技方面呢 就稍微成熟一点点啦 那接下来呢 就要介绍女主角戴露娃啦 嗯 她的名字呢 有点特别让我记得她 因为呢 她曾经就是有演过一部 青春润血校原剧 人不彪悍往少年 能接算到明媚自信 且充满少女魅力的高中生 黄澄澄 虽然这部完美的她 学的都是新演员 不过呢 我觉得在剧本方面呢 还是挺新鲜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跟你分享完美的她 这部剧的剧情啦 讲述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呢 人类无处安放的情感啊 通过科技得到满足 也就是最新的科技产品 love boys 虚拟恋人 女主角江可乐呢 她的生活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 有工作 有男友 有闺蜜 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呢 永远不知道 变故和明天哪个先来临 在夸年夜当晚 男朋友劈腿和她分手 下一秒呢 就被老板炒鱿鱼 而她的老板因为长眠出海 没有办法陪她过年 好在呢 就给她寄来了一份新年礼物 一副love boys的眼镜 孤单的她呢 抱着尝试的心态 戴上了这个眼镜 忽然 一位虚拟恋人 用户可以量身定制一位虚拟恋人 有四款可以选择 统称Y4 而江可乐选择的这个角色呢 叫做露笑 这四位恋人呢 不会老去 不会变心 不会劈腿翻车 永远帅气 最重要的是啊 在程序的算法帮助下呢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哄用户开心 我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只有帅哥呢 不可以再打造另外四位美女吗 难道男生就不会感到寂寞吗 By the way 其实这love boys呢 也并非完全是虚拟人物 他的发明者 徐广涵 也就是这部剧的 《终极大魔王》 囚禁了四位真人 其实这四位帅哥 被囚禁在一个 超级豪华的地下别墅里面 每天吃好、穿好 有的看戏、打游戏 就是不能够出门和外界联系 为的就是观察这四位帅哥 照着他们的数据 打造虚拟恋人的角色 让他们更接近真人的情感 那如果呢 这是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呢 我非常满意啊 但是这个大坏蛋 好像没有付他们的薪水 只是包吃、包住、包练习 不过呢 这四位帅哥呢 也不是傻的 他们只是从小呢 就被与世隔绝 被这个大坏蛋呢 给养大 所以呢 他们不知道钱到底是有多重要 只要吃好、睡好、有游戏打 就开心啦 更刺激的就是呢 这部剧在第一集 女主角呢 就遇到真人版的陆孝 而且呢 还吻上了 天啊 我觉得编剧真的很会 而女主角发现他的 虚拟男友陆孝 竟然是真人存在 我想像的感觉就是 你一直以来理想的男友 王嘉尔 其实就住在你家隔壁 所以你是有机会得到他 让他成为你的现实生活中的男朋友 而这部剧呢 其实就是用虚拟男友的名义呢 来讽刺现在的流量明星 因为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确实有很多的女粉丝 是说全部是一部分的女粉丝呢 就真的是会幻想自己就是明星的女朋友来着 天哪 这部完美的她呢 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 比如女主角呢 第一次看到真人的陆孝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呢 就以为她跟虚拟世界的陆孝是同一个人 结果真实的陆孝一上来就对女主 真的是陆孝 竟然是真人 就很像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深度追星的女粉丝 她们以为她们眼中的男明星呢 是完美的 其实她们只不过是普通人 是经纪公司帮她们包装一轮 看起来呢 是像男神般的存在 所以这部剧呢 是希望能够劝她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来看看身边的异性朋友 在现实生活当中 勇于发现爱情 如果每天幻想自己的老公是王一博的话 那么你们几时才能够真正的脱单呢 而这部剧完美的她呢 虽然是一个小品啊 不过呢 剧组还是非常用心的去打造一个未来世界的场景 可是化妆师呢 实在不太行 把和洛洛的妆呢 化得有点太白了 让人挺出戏的 而在剧情方面呢 也算是挺轻松的 可以一边上网课一边看的下饭剧 喜欢看帅哥的话呢 可以追 而在下期的勾选吃瓜群众呢 就轮到了我的男神的作品 许凯的千古绝尘 当然如果你还想看我安利什么样的影视作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记得like and share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